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9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30集 这几天美国科技股有回荡 有些投资朋友又开始悲观起来了 问我美股会不会再往下跌 其实投资应该是一件快乐轻松的事 我一直都是这么看待的 股市涨跌本来就很正常 没有必要为了一时的大跌而担心 投资尽量顺其自然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那遇到股市大跌怎么办 很简单就是转换心情 把它当成是数字在跳动 大跌你正好可以买到低点 应该要高兴才对 怎么会心情不好 现在是凌晨0点40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目前美股道琼涨706点 那时达涨239点 虽然这几天科技股有回荡 但是道琼已经连涨6天了 看他这个线图往上走 这代表什么 不管别人的看法多悲观 我是正面看待的 我认为美股会慢慢涨上来 今晚有两支美国科技股票 波动很大 一支是亚马逊 因为公布的财报不好 目前跌将近10% 另一支是苹果 它的财报不错 目前涨将近8% 有不少美股科技基金 持有这两支股票 大家不用太担心 美股的波动本来就这么大 你买的是基金 不是压单一股票 基金已经有风扇风险了 不用太担心 这支跌了 别支会补回来 像昨天脸书大跌 今天不是又涨了吗 目前纳斯大已经涨234点了 我还是要再强调这一句话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